今次和大家做sharing的位置就是mode concept 為什麼會找到它來做sharing呢? 很基本的原因很簡單 很多同學給CAM初期的簡單東西 什麼bonding、structure 或者metal前面的reaction還壞了 就想著有些東西死記硬貝就搞定了 本身CAM是一個非常巨邏輯性的位置 尤其是去到mode數的時候就更加看到分別 同學如果是以死記硬貝的方式來處理它的話 它肯定在考考的時候只得十多二十分三十分 很常見 但這些同學是很勤勵的 但也有些同學好像不是很勤勵的 但它拿了爆分 因為它由頭到尾都以一個邏輯性的思維去處理CAM這個 topic Mode之所以麻煩 除了邏輯性強之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日常生活在裡面很難apply到 你要處理得好的話 最首先你要知道為什麼我們要用mode這個概念 mode這個概念是幫我們去數東西的 數particle的數量 有些同學就說數東西是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當然是重要 你說它不重要的話就等同於你說數錢不重要一樣 而最重要就是數東西原來是很困難的 那你可能會就像這個公仔特質地說 有幾難啊 這裡一顆molecule三個atom我會數 但如果我給你一堆東西去數呢 很辛苦 不要說你 你叫我的話我的樣子都那麼困難 看怎麼數啊 那麼多 但是如果我們 build up 了另一個concept 去簡化它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原來是方便很多的 難不難我不敢說 方便就一定方便了 我們先不要說CAM 看看左手邊這個column 雞蛋 一隻雞蛋好易數是不是 你如果跟媽媽去街市 跟街市老說 我想要一隻雞蛋 你猜它賣不賣給你了 當然是不賣給你了 那真麻煩 拿一隻雞蛋給你容易難 你拿回家又容易難 你拿回家一隻雞蛋這麼夠 全家吃也都是不夠的 所以一隻雞蛋 無論在賣賣相反的角度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之不方便的單位來的 所以呢 我們出現了一搭雞蛋這個concept 一搭呢 對於賣雞蛋給你個人來說 很方便 一盒拿過去 十二粒 我們又不用說收你幾毫子那麼麻煩 那反過來 你買回來那個呢 十二粒雞蛋一個家庭吃 很快就吃完了 超方便的一個concept particles也是一樣 一粒一粒這樣數 誰覺得會難的 但問題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一粒一粒這樣數些particles 你喝一口水 裡面都有無數那麼多的水 Water的Molecules 更何況你根本就夾不到出來去數 但如果我跟你說 用這幅圖去看 這幅圖就等於一毛的話 超方便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知道一毛裡面有幾多粒 一毛裡面是有六點零二乘十幾二十三次方 這麼多粒的particles 這個數字就嚇怕了很多同學 因為大家都習慣了 一打雞蛋十二粒 很容易 但是如果我跟你說一毛 是這麼巧口參數的數字 就複雜很多 而這組數字 我們叫阿佛加州constant 正因為它太巧口參數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用L這組的英文字 代表了這組這麼複雜的數字 這組數字是怎樣來的呢 一講起這個位置 我們就要講講Carbon-12 Scale Carbon-12 Scale 就是有個科學家覺得 喂 我們數粒子太煩了 還有我們沒有一個公式化的方法 去數它的數量 所以有個科學家就拿了Carbon 這個這麼穩定的example 來作為一個的標準 他就找了12g的Carbon 去數下裡面的粒子數量有多少 結果他就數到有6.02乘十幾二十三次方 那麼多粒子 那麼將這個數字 介定為1mol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以下的summary 12g的Carbon裡面 被人拿來做標準 有人數到 是6.02乘十幾二十三次方 那麼多粒子 而這兩組的數字 無論是12g的Carbon 也好 或者6.02乘十幾二十三次方 那麼多粒子 也好 我們都把它介定為1mol 1mol這個concept 就不僅在element裡面用得 我們可以放在compagn的位置去看 打個譬如 大家學完這個ionic bond 對吧 nacl這樣計 如果我們有1mol的nacl 的話 我們會說它有l這麼多粒的nacl 同意 同時之間 大家寫ionic equation的時候 都知道 nacl是可以拆開做 1粒的na正和1粒的cl 1粒的nacl 有1粒 NA正和1粒的cl 下面的表也寫得很清楚 1mol的na正和1cl 同時之間有l這麼多粒的na正 也有l這麼多粒的cl 這個應該很容易理解的 再下來 mgcl2的情況會麻煩一點點 當我們寫條equation出來的時候 就知道麻煩之處在哪裏 放了兩個cora ion出來的 有些同學就開始在這個位置 就非常困難的 我們就不要用mgcl2來講 他們最困難的位置就是 明明左邊有1粒的東西 或者1粒的東西 為什麼右邊有2粒的東西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去做一個demonstration 大家都玩過LEGO LEGO的人仔 是否由兩楷而形成的 上半身和下半身 這個上半身和下半身 是否加上兩塊東西 但是你把它組成才是為了 一個完整的人 跟我們的nacl的情況一樣 1粒的nacl裡 有1粒的na正和1粒的cl 這裡是兩粒的東西 nac正和cl附加上兩粒 但是它們兩粒的東西 才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nacl 這個就是mol concept裡 很容易混淆的地方 mgcl2的情況 和剛才的情況相似 但是複雜一點 1粒的mgcl2 是放到1粒的mg2 同時之間 也有2粒的corine 我們把舊的單位 變成了mol的話 其實概念是一樣的 1粒的mgcl2 有L那麼多粒的mgcl2 同時之間 有1粒的mg2 有L那麼多粒的mg2 2粒的corine 也有2L那麼多粒的corine 明白嗎 好了 我們再把例子推展下去 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alcl3 其實就不太恰當的 因為大家讀CAM 讀得真的夠細節的話 你會發現 alcl3 不是一個眼的compagn 但我們姑且拿它來做一個 比較方便的例子 去看看那個的idea 這個1個的alcl3 如果我當它是眼的compagn 它就會有1mg的mg 1個的alcl3 和3個的corine 又是一樣 把舊轉成mg 其實我們就很容易轉換到那個情況 不過這次麻煩的地方 就是我告訴你 這裡是2mg那麼多的alcl3 2mg那麼多的alcl3 我們不要用mg字 又用舊字 看看這裡是不是有2mg的alcl3 如果我們都把它拆開的話 原來2mg的alcl3 是有2mg的al3 和6mg那麼多的corine ion 我們把舊轉換成mg 2mg的alcl3 有2mg那麼多的alcl3 同時之間 也有2mg的al3 2mg那麼多的alcl3 2mg那麼多的alcl3 也有2乘以3 2乘以3 2乘以3 2乘以3那麼多mg的corine ion 同時之間 也有6l那麼多的corine ion 我相信大家看了這三個example的時候 都應該清楚背後的原理 我們當然要做少少的example 去印證大家認不認識 我們看看頭兩個example C2H6和AL203 1mg的C2H6 它有1l那麼多的C2H6 但是1塊的C2H6 裡面是不是有2塊的c 所以這裡代表了它有2mg的carbon atom amounts當然就是6.02x10的23次方 再乘2 換句話說就是2l 好了 Hydrogen那邊呢 1塊的C2H6 有6塊的h 1mg的話就是6mg 所以這裡就是6個l 好了 再下來下面 Al203 Aluminium Oxide 這裡呢 我們講的有2mg 所以這裡有2l那麼多粒 那麼多粒的Al203 然後然後 1塊的Al203裡面 是不是有2塊的Al 現在我們講的是2mg 2乘2就等於4mg那麼多的Aluminium Atom 這裡可以把它視之為4l 好了 再來 Oxygen 1mg的Al203有3mg的O 如果2mg呢 2乘2 3 2乘2 3 就等於6mg的Oxygen Atom 所以這裡就會有6l 好了 我們把情況複雜化一點點 N204 如果是2.3 那些數字開始不漂亮了 2.3mg的N204 如果我們1mg的N204 有2mg的N2 那現在我們有2.3 所以就是2.3乘2 就等於4.6mg OK 那這裡我們先補回2.3l 這個位置當然是4.6l 好了 然後然後2.3乘4 就會是9.2的 我們就會有2.3乘4 等於9.2這麼多mg的Oxygen Atom 那當然有9.2l 好了 再把情況複雜化一點點 咦 有一個Iron在這裡 我們看看SO42 其他題目有 同學有興趣的話 就自己停了一部機去做一組 我們先看這個SO42 的情況 SO42 雖然是Iron 但是Charge 其實不影響到我們去判斷 現在它給你的Data 就不是一開始的Mod 而是給了Sulfer Atom 它的Number 它的數量給你 那這裡我們要怎樣做呢 用回我們剛才1Mod 等於6.02乘10的23脂肪 那麼多粒去看 那你想像一下 1Mod是6.02乘10的23脂肪 那麼多粒 現在有1.99乘10的24脂肪 有些同學可能會聽到頭都爆了 那現在我簡化了它 1Mod的Sulfer是有12粒 那現在有1.99乘10的24脂肪 那麼多粒的話 你會怎樣計 那當然就是1.99乘10的24脂肪 除回12 但是現在我們是不用12 我們用L這個數字 所以這裡就代表了 轉換的時候 就是1.99乘10的24脂肪 這次不是除12 是除L 我們按按計數機 1.99乘10的24脂肪 將它除回6.02乘10的23脂肪 那麼我們就會得到3.31mol這個數字 3.31mol 因為Sulfer 在這個SO42負的Formula 裡面是佔了1個席位 所以大家兩者的份量都一定是一樣的 這裡一定是1.99乘10的24 OK 那麼這個位置 我們都可以把它寫作3.31mol 好了 那麼我們因為知道了1個的SO42負 裡面有4個的Oxygen 所以這裡就不需要慢慢計 我們只需要將3.31乘4給它 其實就能夠計算到答案 將這組數字乘4 應該是會得出13.22mol的Oxygen atom OK 然後這裡我就不慢慢計算 1.99乘10的24脂肪 就將它乘4就已經OK 好了 有興趣的同學就完成了其他題目 我們繼續推個concept下去了 剛才我們把這個表列出來的話 當然簡單到爆炸 但是如果我們今次不用表了 很多時候做練習簡單 是因為我們做到routine 基本上閉上眼都會做 如果我轉一轉format 你都會做的話才知道真正的色 因為數字太多了 所以就直接拿出答案出來說 今次沒有表的情況之下 他跟你說3.42乘10的22脂肪 那麼多粒的NO2有多少mol 都是那個concept 既然6.02乘10的23脂肪 是代表了1mol的話 我們就將這組數字放在分子 除分母 我們就得出了NO2的molecular 數量是0.0568mol 正因為一個NO2裡面有兩個oxygen 所以你要找回oxygen的mol數的話 就要將0.0568乘2 就等於0.1136mol 再下來B part那裡 sodium carbonate的情況也很相似 sodium carbonate 今次的Iron的composition 比起剛才我們用的NO2複雜一點 所以我在旁邊寫了一條equation 告訴大家 1mol的Na2CO3 是會放2mol的sodium ion 和1mol的carbonate ion出來的 首先計算一下 2.33乘10的21脂肪的Na2CO3 有多少mol 相同的concept 將這個數字除1mol的數字 我們就知道它的份量有多少 就是0.00387mol 再下來 因為這裡是1比2的關係 sodium ion的Number of Mol 將會乘2 就是0.00774mol 再下來Carbonate 當然大家是1比1 就直接抄這組數字 再麻煩一點的時候 我們再把事情拆得細一點 就是看Oxygen atom 一塊的Na2CO3 有3個Oxygen 所以Oxygen的Mol數 就是0.00387乘3 就等於0.01161 再下去下面 這裡沒有答案 因為想給少少時間 大家做一組有興趣的同學 就停一段影片 自己試試按一下計算機 我就會開始說答案出來 這裡它就說有5.21乘10的26次方 那麼多粒的Kalcium hydroxide 我們要計算的Mol數 再一次提醒大家 1Mol是6.02乘10的23次方 現在我們有5.21乘10的26次方 那麼多粒 要計算它的Mol數 將它們相除的話 就得到 我們按按計算機 5.21乘10的26次方 然後就除回6.02乘10的23次方 按了出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 我們會有865mol 那麼多的Kalcium hydroxide 當中有幾多的Hydroxide Iron CAOH2 大家都知道 拆開的時候 是一個的CA二症 和兩個的Hydroxide Iron 我們將865乘2 就可以得出答案 乘2之後 就是1730 1730那麼多mol OK 接著 如果它問你Oxygen Atom 又怎樣計算 Oxygen Atom 就不同一點 你要知道 我們這裡 其實兩個的Hydroxide 裡面 是有兩個Oxygen Atom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就不能夠說 跟這個數字是相同的 反而是跟第二個題目的答案 是一樣的 都是1730那麼多mol 的Oxygen Atom OK 再下來下面這個情況 再複雜一點 Magnisum Phosphate 有些很多同學都很怕 Fosphate這個Iron 因為數字多 對嗎 那Mg3PO4 括弧2 拆開的時候 是有三個Mg二症 和兩個PO4 三符 OK 好了 我們要計算這個Mg3PO4 括弧2的mol數的時候 這裡不好意思 index的 忘記移上去 4.37乘10的22次方 我們除1mol的數字 就知道它有多少mol 是吧 好了 按一下按計數機 這個4.37乘10的22次方 接著就除這個6.02乘10的23次方 就會是0.0726mol 0.0726mol 好了 接著 然後MgIon的mol數 這裡又打漏了異症 因為我們見基於這個 equation 的關係 大家是1比3的關係 是吧 我們把0.0726乘3 0.0726 乘3的話 就會是0.2178mol 再下來下面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Phosphate Iron Phosphate的關係 是1比2 對吧 所以我們就把0.0726 乘2給它 就會是0.1452mol 再來我們這次看看Oxygen Atom 這次麻煩一點 1個的mg3po4 固2裡面 其實有多少顆的Oxygen Atom 是有2乘2 8那麼多顆的 OK 又或者在這邊數 2個的po43- 其實這裡是否有8顆的 Phosphate Iron 如果你這樣也數不到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不要理過2去 PO439 這裡是不是2個 4加4就是8 其實很簡單 當然我不想大家長期用這個弱智的方法來數 知道一份有1個的mg3po4 固2是有8個O的話 現在我們不是有1個 我們是有0.0726那麼多Mol 我們就把這個0.0726乘8給它的話 就能夠計算出個正確答案 好了 這個0.0726乘8的話 就會是0.581mol 那麼多 OK 好了 或者5808 我剛才都拿開4個位 就拿到4個位 好 再到下面這個位置 我們mol的concept 當然就不會只是停在這個Number上面 因為Number有幾可會數到 你跟媽媽說 你煲湯呢 我和你計算一下 原來我們要用到3.42乘10的24次方 那麼多的NACL才可以煲到一壺好湯 你媽媽就肯定會以為你讀壞了書 燒壞了 不讓你上學 OK 不想這樣的話 你就留意一下媽媽平時是怎樣煲湯的 她會用一茶匙 用一匙匙 又或者她會用一個磅去磅一磅 裡面的糖 或者是鹽 分量有幾多來去看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一定是一個重量的單位 我們做reaction的時候 都很多時候用到磅去磅 分量是幾多的 所以我們是有必要把mol和mask 賴成一個關係 我們又再重新帶回mol c12 scale的concept出來 1mol的carbon 是有6.02乘10的23次方 那麼多的carbon atom 對不對 而同時之間也都代表了有12g的carbon atom 而這個12g呢 我們就把它介定為一個叫做molar mass molar mass 其實背後 你翻譯中文很簡單 就是1mol的重量 1mol的重量of carbon 是12g 其實背後的原理是很容易理解的 正因為1mol的重量是多少 它的單位我們叫gram per mole 即1mol裡面有幾重的意思 我們知道1mol的carbon是12g 推幾級人 將它推去其他不同的element 下面有個天平 你會見到大家都是12g的 12g的carbon 有6.02乘10的23次方那麼多 這裡簡化了 但不要理它 少少的rounding 接著我們看看magnisium那邊 magnisium那邊12g的話 咦 為什麼有些不同的 天平雖則是打平了 因為大家重量相同 但你看看一幅細圖 原來12g的magnisium 是沒有6.02乘10的23次方那麼多粒 只有1.5 只有1.5的話 見基於1mol是L那麼多粒 你現在只有1.5 即是0.5L 它裡面有多少mol 即是半mol 半mol的magnisium是12g 那1mol是多少 1mol當然就是24g 所以你會發現 原來不同的物質 它們大家的mol數 可能如果是1的話 但是重量是會非常之不同的 好了 我們將這個概念帶遠一點 先不要只看element上面 看看compagn 1mol的compagn有多重呢 其實計算方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將那個atom 它那個的mass number 加起來 加起來 例如H2O H的mass number 是1 然後Oxygen的mass number 是16 對不對 將它們加起來 就是18 Mol mass of ammonia 都是相同的原理 計算出來就是17 我們當知道了1mol的水是18g 的時候 半mol的水是9g 這個概念有多難明呢 我相信難不了大家 然後1mol的ammonium 是17g的話 我們就知道了 2mol的ammonium 就是34g 好了 又用一些例子去解解 N204 用相同的計算方式 14乘2 再加16乘4 就是92g 每mol mass 既然1mol是92g的話 22g的話 它有多少mol 如果我們初學的時候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 檢查 既然1mol是92g 22g的話 會小過1 還是大過1 當然就是小過1 這兩種的數字 肯定不會用加減來計算 一定是用除來計算 除或者乘來計算 除或者乘來計算 乘來計算 乘就令那個數字那麼大 當然是除 哪個數除哪個數 會做到一個小過1的情況 當然是22除92 所以mol數就是0.239 當然就不要經常用這麼低能的方法 去幫大家判斷 即是你要明白到 1mol是6.02乘10的23脂肪 或者1mol是92 都是那句 和1打雞蛋是12顆的原理是一樣的 你知道6顆雞蛋有多少打的計算 即是6除12 你沒有理由不知道22g的N204 是22除92去轉化mol出來的 這個概念一定要常運用 你不常運用老生阿瘦的話 一定會很慢 再下來 MGCL2 它的暴力膜 計算了95 如果是3g 就把3除95 就得出0.0316 這個數字 好了 跟著 AGCL 和Sync Nitrate 這個情況 又讓大家去計算一下 有興趣的同學 又停了一段片 加上其他example AG下面我已經列出了 是108 108加35.5 那我的數字就會是 143.5 現在它就說 轉了位置 我只知道是1.42mol 既然1mol是143.5 如果是1.42mol 我們將1.42mol 乘143.5mol 就知道 那些Mask是多少 這裡背後的原理 其實很簡單 就是mol 等於Mask over Mask 只要你記住 這條Equation 初期 就算你不理解背後的原理 其實也能探索到 但當然最好 不要靠背Equation 因為之後呢 只是mol的Equation 大家都會有四條 那你如果一個不小心 撈亂了 就很容易計錯 所以理解背後的原理 從來都會有一個黃度 143.5 我們就乘回 1.42mol 重量呢 就會是203.77g 好了 再下去下面 升Nitri 這個情況 升就這個65.4 然後再加 N是14 再加16乘2 再乘2 總共會是多少呢 首先先計算後面 簡單點 14再加16乘3 就是62 乘2給他就是124 再加65.4 的話 就是189.4 現在只有0.44g 0.44g 有多少mol呢 就把0.44 除回19.4 19.4 我們就會得出 0.00023mol 這個數字 明白嗎 這次的Sharing 我們到這裡為止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留言 我們往後再做其他更多的Sharing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